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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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觉得我什么外省人 我在台湾长大 我现在吃东西 我都要去城华妙子 您这个观念 隆和完全一样 我的大媳妇就是福州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是在台湾出生 他爸爸也在台湾工作 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 我现在就要特别强调 这种语言 不要去围栏外省人 这个人讲很好 我跟你讲 我们有国语嘛 你想想看 幸好我们有国语有普通话 大陆要普通话 台湾到大陆去才能够发展啊 否则就限于 完全同意 国语就是 最通行的语言 但是 跟百姓接触 当你讲国语他听不懂 你怎么办 所以如果能学几句台语 就会有帮助嘛 尤其对院长 刘院长他很认真的 他很认真 他相信他也想学几句 他也 这就够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印象 错误的印象 这个呢我们稍微 把它尽量的淡化 尤其 但是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 一直播那个镜头 所以 站在好朋友的立场 我们要这方面呢 尽量促进和谐 因为 我回到一个正题里面 这个 你就认院长 表现 杰出 不错 口碑啊 都出来了 但是我回想 过去 十几年来 这么多的院长 一任一任一任 交替的很频繁 给我们这十几年来 每一个院长 好像 没有留下 什么特别的东西 英文叫做 legacy 很难翻的 你要直接翻 叫遗产 人也没有死 你怎么叫遗产 就是 你留下来的 台湾 给 一提到这个 给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他有特色 你比方说 金国先生 十大建设 比方说 孙云贤先生 开创经济 余国华先生 稳定金融 等等都有 后来因为 变得实在太快 所以 不愿意的 我们好朋友 我希望你的任期 要长一点 任期要长一点 你的想法才能够弱实 才能够 把你想要 推动的一些理念 马总统认为你以后 能够能够做出一些 做未来 当然 你口才很便捷 大家很佩服 可有的时候 好朋友 我提一下 我看到 昨天你跟媒体谈话 今天爆炎灯 本来是 做天和尚 壮天中 你可以把它讲成 做一个好和尚 壮天好中 很好 但是 我是觉得 原来的 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很正面 做天和尚 壮天中 我就 我就 我就那边 就爱怎么 跟怎么做 以前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你现在做一天好和尚 壮天中 还是 没有跳出原来那个 你修饰了一下 你做天好和尚 你一天装好几次中 装 你要做 除了装中 你要练经 要红法 将来你可能还有 和尚还可以盖庙 要给人家有这样的一个 大气 所以 我们 非常 期盼 吴院长 我是希望你的任期要长一点 才做得出 一个特色 你有没有 想到 马总统任命的时候 那一 当下那一刻 你这个院长 要怎么做 有没有想到 我要给台湾什么 我不可能 这个院长做个四年 八年 然后 离开以后 给台湾什么样的一个 Legacy 有没有想一想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或者没有想到 江伟 或者只是要去 您说的 充满了 期许之意 我不能感情 不过 以中华民国现在的体制而言 对 立法委员是有任期的 总统 县市长是有任期的 但是 政务首长 从 行政院 已降 部位首长 是没有任期的 所以您不能去自我设定 说我要做多久 所以必须 我必须 每一分每一秒钟 你尽其在我 最大的可能 把他努力到最好的程度 素机 吴贵乌 任命我的总统 吴贵乌 期待我 吴院长 就这样子 吴院长 我希望 这个 事实上 每一个人 我们政府首长里面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一个特色 你这个时候 接这个职务 我用四个字 天 债 南风 我鼓励你 朝哪个方向来做 你这个钟啊 你这个钟 你把它设定什么钟呢 你经济 可能 你也懂 但 非你是专场 财政我相信 你做过 市场 当然要涉猎 我对您的了解 在目前 你应当 专注在 两岸的推动 两岸的推动 帮马总统 你这个钟 把它设定在 两岸之中 把它敲响 把它敲响 你可以做 你不管是做一年 两年 三年 几年 把这个重点 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 我们 我们都去过 大陆访问 国公论坛 你有很好的表现 各方面的接触 都有 问题的掌握 谈话 拿捏 一字 一句 真主 所以 两岸 你是掌握得非常好的 所以 在两岸方面 能够 有一个成绩下来 你离开以后 两岸 因为吴院长 豁然开朗 很扎实 现在我们的两岸关系 我们 主委在 我们 国防部长也在 我们是有进展的 是有进展的 最近的十几年 但是 你说我们的和平 我们的和平 它是一个和平的状态 双方没有承诺 双方没有 obligations 对承诺 对这个和平的一个维持 是有矛盾的 有和平 非但要对着我们 我们又 加强 军备 武器 是有矛盾的 所以 吴院长 人民对你是有期许的 我说在 当下 你是千战难逢的机会 马总统 他的一个施政 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你能不能够提出来 你的印象里面最高的指导原则 如果只有两岸关系而言 不不 我说整个的 但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确 我我我我我 涉及到很多部门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 你应该不是只有在两岸关系 我我这样子 我不是考虑 马总统的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没错 所有的都是以这个 环绕着这个 在两岸上面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的话 你要争取的是什么 在两岸上面 目前 我觉得 当 马总统 当年在 现在的资政党 过去还是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 担任主席 他要我去当秘书长 我们 交换了很多的意见 就决定在党章里头 加上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 进入党章里头 他成为我们 现在 当委 执政党以后 我觉得 许多政策 最高的纲领 对 就是要以台湾为主 对 用中华民国的主权 对 台湾的 这个主体性 然后对人民有利的事 我们才做 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 外交 经济 两岸 各方面的政策 都要 在这个纲领 我跟你请教一下 在目前两岸上面 最需要 是一个 能够确保的和平 和平 经济 贸易 交通 都在进行 台湾海峡的 我跟很多外国朋友谈 我也跟他们讲 因为我在 外交领域服务过 分裂国家 最后怎么样 统一 有的党 有的德国跟越南 是不一样的 南北韩 还有我们 现在我们没有和平呢 这个 南北韩根本看不到的 我称它为什么 原来我称它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 和平状态 但是中国一想 想到那边去 我称它为 具有中华 特色的 和平状态 只有在我们 中国人之间可以 所以 我们没有 任何的 条约 协议 没有 所以 我就是说 目前 您 要帮助马总统 要能够确保 两岸的和平 确保两岸的和平 当然要有步骤 大陆也讲的 要有步骤 先议后来 先经后政 但是你 先议后来 不能说 懒得不去碰它 政治不能说 不去碰它 我希望在 你认为 要有 推动 两岸目前 军事情 昨天 10月1号 大陆的阅兵 我相信 你不仅看到 已经也收集了很多资料 我也看到很多的 外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分析 像美国十年 有的说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很快 十年 要要赶 不是说是赶不过来 就说以现在来讲 大陆的军事力量 对我们构不构成威胁 国防部长 是不是可以 来提一提 当然是构成威胁 这个 你可能忙没注意到 美国 国务院 高层 副国卿 史坦伯格 而国防部 负责亚太安全的 Bragson 都有谈话 还有跟国防部 关系非常密切 南德公司 有个报告 南德公司那个报告 我从头看 看到后面 看到心里面 会觉得 我们国防部 要采取一些措施 很简单 他怎么说 而且是国防部 很多官员认同的一个看法 2010到2015 这五年当中 大陆如果对台湾 我们 采取军制行动 那种话 当然是 飞弹 空军 制空 掌握到 他只要东风飞弹 90到240枚 过来 我们 跑到 上面这儿的跑道 被摧毁 路在外面的飞机 通通通被 通通被 被消灭掉 指控填在他手里 在我们还没有发一兵 一炮 战争已经结束了 这是他这么说的 战争已经结束了 所以他建议我们F16要买 建议我们F16要买 建议我们要发展 我们国防工业 所以F16 我们能不能取得 国防部有没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 一个 发展 F16CD 向委员报 我们最近 派了这个 国防部副部长 到美国去开会 这个特别提到 他们见到面 我们目前 还是提出 F16CD型的飞机 有迫切的需要 美国方面的态度呢 现在他没有 把这个 所有的话 讲很清楚 让我们从智力行间 感觉得到 他把这个权呢 还是放到他们的高层 这个是要继续 我们继续努力 预算都要争取的 另外我请教一下 我刚谈到这个 制空权等等 美国方面的建议 我们要 要发展 我们的 中层飞的 雄丰二号 现在是 现在发展到 就是雄丰 Black One 就是六百公里的 要雄丰二 雄丰三 要到一千公里 原来国防部计划 五百万 这有嚇阻作用 我提这个 我们要和平 我们要有力量 雄丰三 我们发不发展 雄丰三 各位报告 这个 我想我们所有的计划 都在按照这个 国防政策 原来所 已经规划中的东西 都应该在进行当中 这要 要很明确 因为我们国人事实上 资讯也很多 你讲 要发展 国人可能就安心一点 我们有一个 一个嚇阻力量 我们国防的一个政策 是防御固守 有效嚇阻 我们是防 这个防在先 嚇阻在后 事实上要嚇阻在前面 要Deter 这个 这点呢 国防部 在这个雄丰飞弹方面 要特别的 要用心 要用心 因为你F16也没有拿到 所以我刚刚说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整个的一个军事的情势 Graigson 他讲 是一个 不对等 Asymmetrical 就是说 不等边的三角形 在九年前 Rain Corporation 认为我们空中优势还具有 现在不具有 所以这个情况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军力要提起来 在和平的 这种 确定方面 我们行政院 要 要思考 要思考 和平协定 我坦白讲 十年内会不会打仗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十年内会不会打仗 要和平 要和平 和要有 捍卫自己的力量 有这样的力量 和平才可靠 所以我们 基本上 两岸发展 和平发展 稳定的关系的同时 也要有 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 所以 必要的军事采购 我们不但会持续 但是采购就涉及到 以前只是两边 现在看起来 美方 是不是出售 我们所要的武器 他还考虑的因素 还不支持 十年内 反键做这样的评估 因为这是互动 十年内可能打仗 可能不打仗 打仗的因素 没有拿掉 打仗的因素 没有拿掉 不打仗的因素 没有确保 大陆讲了好几个情况 对台要用武啊 但我们 是不是要真正认真考虑 结束 敌对状态 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签订和平协定 这个原则 我刚刚说 武器我们要有的 可是这个原则 我们要朝那方面的迈进 如果我们 在马仲冬任内 在吴燕兰任内 能够确保台海五十年的和平 你看看 台湾的经济会 怎么样的蓬勃 五十年的 能够确保 那后面 我们再说 能不能够 在这方面推进 推进一下 陆委会 我也注意到 所谓建立第二轨道的问题 建立第二轨道 这不是我们创新的 美国跟我们第二轨道 已经早就在进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 很好的点子 所以 能不能够 比较明确的 说在这个方向 我们 行政部门 马总统领导下 吴院长 这方面我们能够 找点力 EKFA当年要请 MOU当年要请 可他的一个 基本 能够落实的 条件 是要有和平的环境 要有和平的环境的确保 如果确保台海五十年的和平 各位想想看 你的Likacy就留下来了 留下来 这吴院长 你要起步 推动 现在 我们高部长 这个 如果要 进入到这个阶段 结束敌对状态 我们要建立军事的 一个户型的机制 有没有先决条件 有时候在委员会里面问 有没有 国防部的思维里面 有没有先决条件 你中共一定要如何 我才跟你如何 有没有先决条件 非但一直对着我们威胁 在这种状况之下 签订任何的协定 可能 国人都 还是有他的 这个威胁存在 事实上 这个是 你前任前任 都一直传下来的讲法 现在整个的情况 事实上 你要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切入点 更好切入点 那现在我请教你 台海 很可能因为 某些状况插枪走火 我们的飞机一直在飞 所谓中线 万一碰下一个意外 可能发生的 那第一级 第一级的权力 是在你手里 还是在总统的手里 现在还是在国防部这边 不对了 根据国防二法 总统三军统帅 指挥三军 作战 他 责成 部长 命令 参谋总长 对他的军队的智慧的执行之 你要经过总统的授权 我教你一个办法 这个授权呢 早点给你授权 不要再 你现在 那种状况就给你授权 你要经过授权 这个权力 第一级权力绝对是总统 所以在九十五年 台澎防卫作战 一个规则里面定了 那里面定了 就是说 国防部长是有这个权 但是要经过授权 经过授权 这里面 我提到 和平协定 这个主委 你觉得二轨 交换交换意见 先进行这个意见 然后再看怎么来推 是不是可行 我了解委员的关切 事实上二轨 就像您刚刚说的 我们长期以来 都有二轨 那不管是两岸之间的 或者是国际之间的二轨 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式 来大家来评估 来研究 来探讨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我刚讲的一个大的 那个目标 你站不站起 我们的目标 非常清楚 就是希望去建构一个 永久的和平 跟稳定的两岸关系 那因为整个您刚刚讲的 历史的legacy的问题 以及两岸错综复杂 的这些千丝万缕的这些关系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 需要循序渐进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 随时的来看看到底 这些条件 政治的条件 是不是成熟了 我提一下 我提一下 我们常常忽略很多事情 事实上在这个方面呢 大陆呢 他有很明确的一个说法 一个是在去年12月31号 胡总书记 他有一个谈话 里面我练一下 我这相关的 未留于两岸的协商谈判 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 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不实探讨 什么叫政治关系 就是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事实 都可以来探讨 我们要有动作 然后5月26号 这股院的我们一起 跟5总书记 在北京在谈的时候 我记下来 他怎么讲 双方要为解决这些问题 进行准备 创造条件 双方可以先由初级形势开始接触 积累经验 以诸步破解难题 所以 要思考 你很忙我知道 但是要花点时间 看一步一步 怎么样来确保台湾的和平 可不可以 谢谢 我建议你思考一下 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 这个建议 逐步 思考 思考这个问题 唯美一个答案 愿不愿意思考一下 这个是对台湾整体的利益 这是做院长 真正 一个角色 跟贡献 你同意吗 我不但赞同您 希望让两岸 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长 在两岸最终的终局还没有解决以前 这个话就是跟胡锦涛总书记有一个差别 他说在国家未统一之前 我的看法是 在两岸最终的解决没有出现以前 应该有一个政治的安排 这个我是好 对不起 我最后一分钟 我请了法务部 王部长 对不起 最后一分钟 我就要请教你 我提的一个法案 一个民法的修正案 就是1059条的 关于这个子女姓氏的选择 我这边强调一下 我但是出来以后 正面的反应很强 也有人误会 以为成年以后可以随便选择姓氏 不对 是在父母亲姓氏里面 成年人可以做一个选择 有需要 这个千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这早眼是在弱势 是在单亲家庭的这个子女 行政院有一个版本 我们也有一个版本 是 我知道 我看到了 您支持这个 支持不支持的修正案 我们内部还在做这个研究 因为之前这样的一个法案 曾经这个立法院没有接受 所以 你不想打电话 我还可以继续 你不想打电话 你不敢打电话 你不想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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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打电话